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节跳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 自节跳动正式起诉特朗普政府 起诉时间为美国时间8月24日 北京时间8月25日 自节跳动在证明中写道 这一年来我们怀着真诚的态度 寻求跟美国政府沟通 针对他们所提出的顾虑提供解决方案 但美国政府罔顾事实 不遵循正当法律程序 甚至试图强行介入商业公司谈判 为确保法治不被摒弃 确保公司和用户获得公正的对待 我们宣布正式通过诉讼维护权益 中心网记者获悉 自节跳动宣布正式起诉的同时 开始准备美国业务的关停预案 自节跳动这起诉讼 主要针对特朗普8月6日 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 该行政令将禁止任何个人及实体 与TikTok母公司自节跳动 进行任何交易 并于45天后9月20日生效 该交易禁令可能导致9月15日之后 自节跳动无法向美国员工发放工资 据了解 作为关停预案一部分 自节跳动正在积极联系海外银行和信投机构 寻求在总统令生效的情况下 也能够为美国员工支付工资 以及维护员工其他合法权益的可能 一位知情人士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透露 TikTok正在做最坏的打算 以确保即使该应用在美国被关停 其员工也能继续获得报酬 此外 报道称 针对8月6日行政令的诉讼 并不影响相关针对TikTok的收购谈判 8月14日 特朗普再次发布行政令 要求自节跳动必须在90天内剥离TikTok美国业务 自节跳动正与微软 甲骨文等潜在收购方进行谈判 22日早些时候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透露 针对此次行动 TikTok计划从8月6日行政令的法律依据入手 而这项针对TikTok和微信的行政令中 均以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和国家紧急状态法案作为法律依据 根据美媒The Verge的分析 这实际上是把TikTok和微信在美国的继续运作比作成国家紧急状态 但对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 通常由美国商务部执行 且需要一个特定的规则制定程序 特朗普此举极不寻常 可能会受到法律挑战 早在8月7日 特朗普刚签完相关行政令 字节跳动就发布公开声明称 如果美国政府不能给予我们公正的对待 我们将诉诸美国法院 字节跳动在声明中表示 美国政府始终不遵循正当法律程序 也不依法行事 行政命令引用的报告来历不明或未经证实 对于这款引用 可能会被用于虚假宣传活动的担忧 并无任何实质依据 此外 TikTok被质疑的数据收集行为 一直都是全世界数以千计的移动程序的常规做法 我们明确表示过 TikTok从来没有与中国政府共享用户数据 也从未应要求审查过内容 TikTok在美国拥有超过1亿用户 1500多员工 以及数千家合作伙伴 TikTok美国业务此前的市场传闻 售价在200亿至500亿美元 TikTok过去一年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巨大的成功 下载量超过20亿 来自Sensor Tower的数据显示 2020年6月 TikTok是全世界被下载最多的非游戏的APP 2020年第1、2季度 TikTok在美国的下载量远超过美国本土应用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 在当地时间8月21日 一美国微信用户组织美国微信用户联盟 将正式向加州北区的地区联邦法庭递交诉状 起诉总统特朗普签署的 针对微信的行政令侵犯了他们的宪法权利 起诉方主理律师迈克尔比恩表示 特朗普的禁令将使得美国微信用户 失去他们在每天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美国用户依靠微信沟通交流 组织社群、经营生意 发起政治参与活动 这个重要的沟通工具 主要被一个历史上曾被法律和实践歧视的少数族裔使用 这一禁令是违宪的 而在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中 禁止政府制定任何法律 限制言论自由、媒体自由 以及组织和集会自由 比恩补充说 最高法院知道 社交媒体应用软件和功能 就相当于社会公共空间 它是一个可以讲话、演讲、学习 分析知识和信息的广场 特朗普对微信下黑手 让苹果、福特、沃尔玛在内的十多家大型媒体慌了 相关人士四处游说 向白宫表达对该禁令的担忧 8月22日 彭博社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称 特朗普政府正在私下安抚包括美国在内的媒体 向他们保证 即将出台的微信禁令 不会对其在中国的交易产生负面影响 他们仍可在中国使用微信 与微信做生意 白宫和腾讯公司没有立刻回复置评 受此消息影响 腾讯控股美国存托凭证直线拉升 一度上涨5.3%至69.80美元 创下一个月最大盘中升幅 苹果股价持续走高 现涨超4% 总市值达2.1万亿美元 报道称 有知情人士表示 近几周 美国企业及游说人士忙得不可开交 他们急着询问白宫和商务部工作人员 有关微信行政令的运作细节和意图 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近日在接触一些媒体后 逐渐意识到 全面封禁微信 或会对美国科技 零售 游戏 电信和其他行业 造成毁灭性影响 苹果公司可能会应该封禁令 成为损失最大的公司之一 其五分之一的销售额都来自中国 而且苹果的大量生产依赖中国 倘若中国决定反制 将对该公司造成影响 本月稍早时候 特朗普发布行政令 威胁在45天后 禁止美国司法管辖内的个人或实体 与腾讯公司进行有关微信的交易 消息一出 7日苹果公司股价下跌2.27% 报道还称 有知情人士表示 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 如何对微信实施部分禁令的技术问题 关键问题是 白宫是否会允许苹果 Alphabet旗下的谷歌公司 在美国以外的全球应用商店中 提供微信这款应用 如果允许都会有哪些地方 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表示 高级政府官员正在审议禁令实施的范围 不过总统最终可能会否决 他们做的任何决定 另有三名知情人士透露 官方预计 微信不会在美国完全消失 不过他们的目的是 禁止在美国国内下载或更新该应用 例如 到美国的游客 若手机上安装了微信 他们可以使用该应用 但将无法更新 这意味着随着时间推移 非美国居民在美国居住时间越长 其微信版本可能会过时 还有两位知情人士透露 针对微信的部分禁令 意味着像苹果这样的公司 可以在中国应用商店里 提供微信下载服务 像星巴克等企业 可继续在中国通过微信销售咖啡 或接受微信支付等 禁令的目的是 禁止从美国应用商店 下载或更新微信 有人称包括财政部长奴姆钦 经济顾问库德洛 白宫法律顾问帕特希波隆 国安会副主任博明等人 已在18日会面讨论了 有关微信的禁令 微信有点像电 在中国你在哪都会用到它 代表沃尔玛通用汽车等公司的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其会长克雷格·艾伦这样说道 我们正在与所有愿意 倾听我们意见的人交谈 美国务卿蓬佩奥8月21日 接受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节目 Squarkbox访问时 被问及全球两大经济体的关系 能否修复 他称特朗普政府 在与北京会谈方面持开放态度 被问及抖音国际版TikTok 他说美国不是聚焦中国公司 而是科技 他说希望美国不用针对 其他中国公司 而对于特朗普 向TikTok和微信发出的禁令 我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早前回应称 有关企业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规则 在美开展商业活动 遵守美国法律法规 美方借口国家安全 频繁动用国家力量 无理打压非美国企业 这是赤裸裸的霸凌行径 中方坚决反对 我们也注意到 近期美国国内许多民众 和国际社会很多人士 都对美方有关做法提出批评和质疑 美方不惜损害 美国广大用户和公司的权益 将一己私利凌驾于市场原则 和国际规则之上 肆意进行政治操弄和政治打压 换来的只能是自身道德滑坡 国家形象受损 和国际信任赤字 最终也将自食其果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